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选择比努力重要 今天外资仍然在买超 台股又有机会再来挑战新高 成交量也到达了1100多亿 趋势没有改变 趋势仍然持续 有机会再创新高 重点是7月开始 7月份开始 一个新的气象 新的气机来了 很多人可能不会去注意 当一个分析师最重要是 事先要告诉各位 有人说千金难买早知道 我们都希望事先告诉各位 但是如果各位 要用未来再来做验证也可以 或者这个时间特别去留意 各自选择 我为什么强调 来 我们再来看这则信息 台湾上市柜生计医疗指数 7月31号上线 7月31号上线 现在任何一件事情 任何一件事情 刚开始 刚开始启动我们叫做万事 任何事情启头都是 大家不会去留意 生计指数既然7月31号 开始就要上线了 代表什么 代表未来会有三种人出现 第一个 生计指数上来了 我说有一些被动式的买盘 我们叫基金也好 被动式的买盘 他一定势必要在生计类 这个部分 他一定要有基本的持股 他一定要建立基本的持股 所以有一种人会看到 真的某一个头信 然后某一个基金 进来开始在收股票了 那股票真的涨上去了 有一种人 那个时间前才会 哦 原来 他才会进来 那这种人 其实也可以说是 他是符合 趋势潮流的人 他会赚到钱 那另外一种人是 他不断的要去验证验证验证 当有一天前市场 大家都疯狂了 人手一张生计股的时候 然后他才来凑热闹 那第二种人 就不见得赚得到钱 或许搞不好都会受伤 那第三种人 就是现在这个时间 默默的 每天都盯着这些 我们叫生计的十大类股 来看一遍来 前十大成分股 就是第三种人 他就现在这个时间开始在留意 既然生计指数 7月31日上线 那这个全职的 也就是这十大成分股 未来势必 会有买盘进来 那以其当第一种人 也就是等到外资也好 投信也好基金也好 进来买的时候再买 或者等到最后才去帮人家抬教 那第三种人就不愿意 当第一种跟第二种人 不愿意去抬教的那种人 所以他这个时间就开始在留意了 那本来在留意 就是任何一件事情 当他刚开始的时候一定 大家都是在看热闹的比较多 勇敢敢切入的人 往往都是最后最大的赢家 有时候想一想他就好像 我们讲一个最简单 就好像譬如说网球比赛 那现在最近有什么温王啊 对不对 网球比赛 好 那网球比赛 现在假设啦 奖金100万美金好了 那有50万美金是要给 第一名跟第二名拿 剩下的50万美金 才是给三四名以后的去分 那你心里就讲 第一名跟第二名分50万美金 那可能第一名跟第二名平分 不然就第一名可能就是 三分之二 那第二名三分之一 不是喔 不是喔 其实第一名就钱拿 50万美金可能就拿45万美金 第二名才拿5万美金 有时候赢者几乎都是钱拿啦 其他的大概就只有类似比 车马会好一点点而已 国家市场也是这个逻辑 到最后赢的只有少数的一些人 他撑得住的 他撑得住的啦 买得住的 而且要买在 大家不敢买不注意的时候去买 就好像我问各位好了 全市场有谁在讲生计股 所有分析师都没有在讲生计股 除了我跟徐老师以外 都没有人讲代表什么 其实各位你看分析师都知道了嘛 分析师上来 除了我跟徐老师以外 现在几乎都是在做生意嘛 那做生意 做生意的人最聪明的是什么 对 哪里有起草啦 哪里热闹哪里去嘛 他怎么去讲冷门的 他怎么去做冷门的东西 不会啊 可是去讲这些热门的 人那么多 是不是每一个人赚到钱 我相信每一个人心知肚明 我问各位好了嘛 各位 请问你有赚到钱吗 各位的操作逻辑有赚到钱吗 所以为什么这段时间我不断不断的 在提醒各位 因为时间慢慢在逼近当中 来 7月31号离现在还剩几天 离现在剩9天 来我们给各位 我每天都会拿这一张给各位看 剩9天 因为这个也是这个十大成分股之一的一档 今天它是跌 好 前十大成分股 那我帮各位追踪 也就是未来的 今天算剩下9天嘛 那这些股票就是这两个礼拜 在这十档成分股里面 到底里面藏有什么样的契机 那我们先看来 这十档股票 第一档精华隐形眼镜 第二档禽流感疫苗 第三档金壳隐形眼镜 也就是生技股里面 两档是做隐形眼镜的 好 再来新药 浩鼎新药 智勤新药 好 中益新药 药花药新药 总共就有四档是新药 好 有档葡萄网叫保健药 另外东阳跟神龙 它是属于学名药 这前面的十大成分股里面 两档隐形眼镜 那隐形眼镜各位市场上并不是只有 金华做啊 也不是只有金可做啊 我说明基彩要做啊 华售的子公司也在做啊 太多了外国要交身啊 对不对 太多人做隐形眼镜了 所以它已经变成一个成熟的市场 如果以生技股的想象空间 什么叫想象空间 生技股爆发力 所以它才有想象空间 它有股价才有所谓的超额的本利比 可是隐形眼镜没有 没有 所以未来的基金 假设这些被动式的买盘 进到生技股里面来 金可跟金瓦会不会买 或许会 但是我认为不是他们的主要战场 另外四档新料股 我们来看来 浩鼎新料 智请新料 中益新料跟药华药的新料 各位前第一季都是大赔的 赔2块多 1块多 0.32跟1.4都是赔的 这四档新料股是赔的 所以新料股 会变成这些所谓的被动式买盘 这些基金 或许他只是买一点点来 凑个数 他也有新料股 大概这样子 所以扩掉隐形眼镜 新料股已经扩掉六档了 也就是他我认为都不是主战场 好再看 另外东阳跟神龙 这叫协明耀 协明耀各位也知道 他是比隐形眼镜稍微 其实还要有想象空间一点点 可是也没有多大想象空间 所以大概也是我们叫做比较刺激的 另外有一档叫葡萄网 保健药的跟这档勤牛肝疫苗 那保健药的葡萄网 各位前一段时间 因为他标签的日期的问题 对不对 也被市场上认为 不是诚实的股票 不够诚实 那这种股票有的人比较洁癖的 如果公司不是很诚实 那这种股票我们不要去碰 所以各位 未来的领头氧主流股是什么 相信各位很明确很理智 而且一定判断出来 好那目前为止 这个礼拜到现在 来收盘了 这是今天 这个礼拜这是他们的涨跌幅 好那另外后面就是他们第一季的EPS 也就是另外的 是他的今年的配的股息跟股利 你看赔钱的当然就都没有配啊 这是很正常的 所以各位就开始思考 开始思考 这十档股票十大成分股 第一个几乎可以笃定的 应该可以这么讲 当生计只是编出来以后 也就是从8月份开始 这十档股票势必会变成市场 我不要说马上是焦点 但是会慢慢慢慢的开始滑烫滑热 所以为什么我有用一个最 这个十天为什么 今天是倒数第九天 为什么 因为它可以给各位十天好好去思考 到底这些成分股里面 在生计指数当推出来的时候 这十档成分股里面 到底有什么样的股票 它会变成市场上注目的焦点 有人会说 会不会是黑马股 那我们就要看十天以后了 这段时间它可以不涨 它也可以在这里慢慢的沉淀 可是下个月开始 回头来看现在 我还是那句话 当一个有良心的分析师 他一定要事先讲 也说讲在前面 不要到时候 所有人轰涌进来的时候 股价已经很高了 然后再来说 哎呀你看我什么时候讲 我们必须在这段时间 每天每天的提醒各位 不要忽略政府生计股做多的心态 我说未来或许哪一天 政府释放出什么的财税政策 或是所谓的财政政策 对生计股退一下 我告诉你 那才是真正的利润之首在 你想要了解的也可以 打电话找我们 另外我们再下一段 请习老师来帮我们分析 到底川普的所谓他的健保政策 如果在参议院又卡关了 那对美国的生计股 甚至全世界的生计股 包括台湾的生计股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到底对台湾来讲 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我们下一段请习老师 休息一下再回来 到来国际头顾谢老师 感谢全国观众朋友的支持 生计启动 特别推出58专案到年底 特别推出58专案到年底 到来国际头顾谢老师 感谢全国观众朋友的支持 生计启动 特别推出58专案到年底 特别推出58专案到年底 苏波报名专线02-2369-2333 02-2369-2333 到来国际头顾谢老师 感谢全国观众朋友的支持 生计启动 特别推出58专案到年底 特别推出58专案到年底 到来国际头顾谢老师 感谢全国观众朋友的支持 生计启动 特别推出58专案到年底 特别推出58专案到年底 苏波报名专线02-2369-2333 02-2369-2333 欢迎回到现场 那么昨天 川普的这个川纪健保 在美国的餐议宴 似乎 过关的机会非常的渺茫 所以在这种气氛之下 又造就了美颜进一步的下挫 我们来看看 最近川普在演的戏 各位同学看 建改案过关无望 川普大挫败 各位同学看到没有 他所要推出的川纪健保 共和党本来有52票 在参议院有52票 结果有2票本来就不赞成 现在呢又跑了2票 又跑了2票 那现在过关要50票 结果他是生涯48票 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你认为会过关吗 不会过关 既然不会过关 那这些参议院 共和党的参议院 他们讲说 干脆就不表结了 不表结了 然后直接想要废除 以前的欧际健保 就是欧巴马所推的健保 但是这个部分呢 又引发了很多民主党人士的反弹 所以呢变成川纪健保 再度在川宴卡关 那这一件事情要什么时候才能过 不晓得 川普自上任到现在 几乎没有一个法案 顺利的过关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大家对他所推行的 减税政策 极健政策 这些怎么样 都开始打什么 打discount 就是叫做川普折扣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造就了美元跌跌不休的状况 各位同志看 美元 川普害的 而且川普还要提名 下届的FED的主席科恩 科恩是割派的 他的副主席要提名奎尔斯 这也是割派的 这也是割派的 他们都主张怎么样 比较用温和的手段 温和的手段来解金融的问题 他不希望马上来 来调生他们的利率 因为川普自己是生意人 利率一条高 对他亡国来讲 企业亡国来讲 直接就是受害者 所以他为什么 提名这些割派的人士出来 任职FED的主席 副主席 我想道理大家看得很清楚 另外再加上 最近所公布的中体面经济数据 比如说纽约市的 企业份制造业数据 这个都不如市场预期 然后CPI CPI 这个1.65 低于2% 2%是他们FED 所设定的目标 就是要采取紧缩通货 紧缩货币的一个重要的分界点 只要这个CPI指数 就是通货膨胀指数 超过2% 他们很可能就会开始怎么样 开始采取缩表 开始缩表 甚至呢 采取提升利率的一个动作出来 但是出来的结果 消费者物价指数只有1.65 然后零售销售也是衰退的 零售销售也是急急的衰退 另外 比较好的是 美国他最近所公布的 制造 ISM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数 这是增加的 然后美国的非农业就业人口变化 它也是增加的 这个都是好的 然后 这个是失业率 上个月的失业率 从4.3上升到4.4 其实这都是好的 为什么 因为美国现在已经达到了 充分就业的一个水平 充分就业的水平 就是说全市场里面 大部分的人都有工作 除了这个摩擦性的失业 结构性的失业 人口之外 其他几乎都没有什么失业 大部分的人都可以去就业 也就是说美国现在有600多万个工作机会 等待100多万人去任职 所以他们是属于充分就业的情况 充分就业会造成什么结果 就是每个人都有薪水领 每个人都有收入 所以会造成怎样 物价的一个膨胀 但是物价有没有上来 各位投手看到 刚刚你所看到的 它的物价并没有上来 它的物价水平 还处于1.65 刚刚给各位投手看到的一个水平 是1.65的水平 还没有达到2%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FED它并没有立即要 采取紧缩货币的一个政策出来 既然是这样 它没有立即要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 那么很简单 这会让什么 让美元失去了依据 美元要强 一定要什么 立立当它的支撑 或者进出口大幅的出仓 当作支撑 但是现在没有了 湿气的支撑 既然湿气的支撑 所以造就了什么现象 美元湿气动力 叠叠不休 各位投手看 美元指数 一路下来好像在走阶梯一样 走阶梯一向 今天虽然在亚抽盘小幅反弹 但是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小红 下跌过程中的小红 这个是坏女人 它仍然是一个续跌的一个训绕 所以美元指数 走到这边 各位投手看到没有 是一个跌跌不休的一个状况 既然美元跌跌不休 那么相对于股票市场来讲 它反而是好事 美元不涨 FED不采取 紧缩的货币政策出来 所以对股票市场来讲 反而是利多 所以各位投手看 最近的一个四大指数 道琼工业指数 昨天虽然下跌54点 但是它仍然属于在 创高之后的一个修正 而S&P还在创高边缘 昨天是涨了一点 好 S&P 不是 NASDAQ 创了历史新高 昨天晚上创下历史新高 好 那么费城指数 在前波高点附近 在这边走横向 所以整个格局来看 有利于股票市场 持续的往上推升 因为弱势的美元 造就了美国出口的一个改善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有利于他们股票市场的表现 所以未来各位投手的 再度看到Dow Jones 再度改写历史新高 我想这也不是什么新闻 事实上现在的环境 就是允许它这样 现在的市场环境 就允许它这样的一个走法 好 讲完美国 我们来看看台湾 台湾事实上 总体经济面 并不是那么样的好 稍早之前给各位投手看了 台湾的PMI指数 是57.6上个月 16个月扩张 但是指数比上个月跌了1.1% MMI服务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 也是扩张 但是也是低于上个月 所以都是出现趋缓的现象 而在企业出口年增率方面 是减了11.9% 连续6个月出现衰退 所以台湾的出口 还有制造业指数 都不好 都不好 但是台币最近为什么持续的升值 主要是跟外资逗留在这边 弱势美元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美元在这段时间实在太弱势了 相对于台币来讲 反而这边得到了一些支撑 所以造成了最近台币的一个走势 就是各位同学看 今年早盘的时候 增金一度的升值 但是到后来 在平盘附近游走 出现小扁的情况 欧元也扁 日元也扁 所以今天美元是小幅升值的状况 小幅升值 从图形上来看 台币走到这边 各位同学看 从今年1月的时候 台币开始走什么 大举的升值路 然后到5月之后 开始落底 落底在这边盘出底部出来 本来到这边要持续的往上扁值的 但是因为美元太弱势了 所以在这边出现了横向走法 这边留了两个切口 但是这边又有一个切口没补 所以变成这上面有切口要补 下面也有切口要补 所以在这边走成横向 不涨不跌的一个情况 但是幅度都不会太大的一个情况 这是台币的一个走法 好 那么台币这边不涨不跌 那么也告诉各位投资朋友 外资不会落跑 所以整个经济环境上面 大环境上面是怎样 资金持续留在台湾 资金持续留在台湾 该买的买 该卖的卖 选择强势股继续买 所以各位投资看 今天加钱股票指数 成交量又超过了千亿 来到1187亿 涨了24点 各位投资看到 从这一波卖掉的外资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又重新再度买回来 这边卖了多少 162亿 这边买了214亿 已经又开始出现买超现象 而且更特殊的是 今天出现了41.9亿的买超 好 我上次跟各位投资讲什么 我说台股要想过高点 要看到一个关键数字 就是外资大级买超 40亿50亿以上的一个数字 今天各位投资看到这数字 看到41.9亿的一个数字 当这个出来的时候 再加上这三坑的一个大量 这告诉各位投资 随时都会有喷发的行情会产生 所以对大盘来讲 指数仍然有许多的空间 许多的空间 许多的空间 而在这些指标股方面 各位投资好 特别留意的是大力光 我们昨天特别为各位投资好 讲大力光 为什么 因为大力光在前几天外资大卖 但是昨天却拉出了一根长红 而且过他历史的高点 我跟各位投资好 这边是出生了这种重大的问题 什么是重大的问题 我跟各位投资讲过 一个企业要成长 一定要什么 要扩大他的资本支出 把他公司的规模扩大出去 伸展线扩充出去 或者他营业的这个范围扩大 或者市场占有空间扩大 这个时候他公司的市值才怎么样 才会增加 而大力光他就是长期以来 就是一直增加他的资本支出 那么过去所投资的200亿 所建制的厂房 即将要在第四季开始量产 那也告诉各位投资好 将来他的新厂开始投产之后 他的营收是不是要跳跃式的成长 这个他第四季的新增的产能 是他目前的产能的一倍 那各位投资好很简单的知道了 像这类型的公司 烫星高也没有什么值得好意外的 所以操作股票到这个时候 投资朋友有没有一个要理 选择公司一定要选择 它具有什么样前瞻性的公司 我上次有一次在高速公路开车的时候 突然间灵光乍现 发现我自己可以看到未来 为什么 因为我的车速大概100公里再近 我突然在想说 2秒钟后我不就在前面吗 周边所看的环境就是周边的这几辆车子吗 对啊 突然间想到说 2秒钟的未来我看到 那么如果这件事把它扩大来看 半个钟头我会在哪里 因为我在行进中 半个钟头之后 也许我在40公里50公里以外的一个地方 或者我的目标到已经到达了 我就会在那边 30分钟之后我就会在那边 所以我突然间感觉到 我已经怎么样 看到未来 因为我有在计划 我有在行进 所以我看得到30分钟后的未来 一样 在企业经营也是一样 你只要现在 有在规划未来 有在记忆未来 比如你在盖新厂 这个新厂要一年之后完工 或者一年半之后完工 什么机器那些 什么时候要到位 你都把它列表出来 一年半后就是那种情分啊 就是那种情况啊 所以那时候你就看到了 你公司成长一倍 两倍的一个状况发生啊 大力光是如此 那它的股价也是如此啊 是不是这样子呢 所以投资朋友 其实操作股票 在资本市场操作 其实是很简单 只是你不了解其中的结窍在哪里而已 哪一家公司有寄予未来 这个才是你要找寻的一个标的 好我们时间关系 跟各位的朋友 暂时分享到这边 休息片刻再回来 到来国际投顾谢老师 感谢全国观众朋友的支持 生计启动 特别推出58专案到年底 特别推出58专案到年底 到来国际投顾谢老师 感谢全国观众朋友的支持 生计启动 特别推出58专案到年底 特别推出58专案到年底 苏波报名专线 02-2369-2333 02-2369-2333 到来国际投顾谢老师 感谢全国观众朋友的支持 生计启动 特别推出58专案到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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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来国际投顾谢老师 感谢全国观众朋友的支持 生计启动 特别推出58专案到年底 特别推出58专案到年底 苏波报名专线 02-2369-2333 02-2369-2333 选择比努力重要 选择比努力重要 台湾的生计指数 7月31日要上线 到底这个政府是真的还是假的 美国川普的健保政策 未来对台湾的生计股 会不会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这个时间点上 台湾的生计指数 会不会慢慢推升 去跟整个大盘表现一致 这个就要留给我们 习老师来帮你们分析 我们请习老师 好的 紧接着我来给各位同学看一下 最近这个生计列股的一个走法 请各位同学看过来 这是MBI指数的一个走法 MBI指数昨天持续的上涨 各位同学看 它从年初开始足底之后 经过一段的一个横向走法 然后在这边开始 六月中旬的时候开始走喷出 然后在这边做一个修整 在这边三角形整理 然后在这边持续的往上 持续的往上 这个是美国的MBI指数 再来看看MSCI就是 MSCI世界医疗保健类构指数 它各位同学看 在这边创下了历史的新高 这是历史新高 历史新高 然后回档之后 重新再来 已经攻到这边了 已经攻到这边 这边维持一个多头的一个走势 然后MBI指数 它的各条均线 也都是维持一个多头向上的一个格局 很显然的告诉各位同学朋友 生计类构指数 生计类构指数 的走法 已经跟以前大不相同 大不相同的原因 我每天都跟各位同学讲过 主要原因是川普的政策开始转向 有四大利多支撑着未来生计类股的一个走法 第一个川普政策转向 要价政策从政府议价转向市场机制 第二个加快新药的核准流程 昨天FDA又核准了一家新药 变成到目前来讲 年初到现在已经有24家的新药被核准 比去年全年的22家还要来得多 还要来得多 第三个企业减税政策 再加上大型基金在生计股的资金比重 创下了六年来的低点 就是大型的生计基金 它对生计类股的持股水位降到六年低点 只要这个基金一回头重新买回 这个很容易造成整个类股怎么样 发生波段行情 好 第四个 第三季有众多的实验数据 还有一些会议要陆续的登场 这个就是重要的数据 经过实验室验证之后 在这个重要的会议场合里面发表 这个就是怎么样 招商 招商 很多的生计创投这些资金 它都在找寻标的 就等这些实验室公布出来的一个成果发表 认为这个有市场先机 这个有前瞻性 所以他们愿意去购买它的专利 或者合并它的小公司 所以这就是一个并购的一个开始 现在生计这些大药厂 它现在有1710亿美金的cash 现金在手上 等待机会 所以药厂非常的一个有钱 另外再加上这些生计类股 今年以来它的EPS大概16.5倍 比刀仲史的18倍要低得多 所以它是一个低本益比 相对低本益比股价相对偏低的一个族群 所以拥有这么多的一个利多簇拥之下 你说这个族群有没有机会 有没有机会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看到 这样的一个结果 你应该都知道 道琼今年以来涨8.3% NASDAQ涨16.4% SNP涨8.9% 但是NBI指数涨20.6% 是不是涨最多 好 那么你说台湾勒 台湾勒 台湾勒 台湾勒勒 连续11根黑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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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已经完完全全没有信心了 甚至在横向的这几天里面 也没有看到关键性的中翁出身 告诉各位投资朋友 生计类股在台湾来讲 仍然是疑类类 没有人看啊 没有人看啊 然而 各位 我上次 挤的例子 你是否还记得 食安风暴的时候 谁去买食品股 股价一下之间跌了15% 一下跌了15% 但是食安风暴一过 各位同学看 经过一个月的盘整 慢慢的涨 慢慢的 八九个月以后创新高 然后再经过了八九个月以后 已经创新高了 然后再 已经到这边了 代表的浦峰 已经涨了3.58倍 从这边开始算 涨了3.58倍之多 这个就是怎么样 利空的时候入市 利空的时候入市 全市场没有人要的时候 这个时候股价最便宜的时候 甚至像今天的耗点 还出现破底 大家人心惶惶 就好像食安风暴的那一刻 一模一样 然而有心人 他会开始采取行动 各位 过去 投资朋友可能 你不知道政府在做些什么事情 其实政府它是有很做蛮多事情的 我给各位投资朋友看几个 简单的 这是副总统生计要 产业联盟开始成立了 好 国家的投资公司 也要成立了 国家级的投资公司 聚焦5加2的产业 国营品5加2产业 新称放款余额 早就已经超过目标 原来设定是1800亿 到今年4月已经达到2100亿了 好 国家的生研院生计以药物研究所 开始成立了 开始成立了 好 之前 正研 扎百亿打造生医重症 各位投资朋友看到没有 还有租税的诱因 研发支出 还有人才的培训支出金额的35% 可以扣抵企业营手税 又超过两年的均值 超过的部分 可以抵减50% 租税诱因 有租税诱因 又有给他什么 基金 基地 基地 然后又给他钱 又怎样 在人才方面 人才方面 也给他优惠 要让这些人才怎么样 要让这些人才 掌握关键技术的人才 可以怎么样 入股到他 研发出来成果的公司里面 这些都是政府所推动的东西 只是有些东西还卡在法案 还没有真正通过而已 所以这种气氛之下 你说生计类股有没有前景 政府实在有事 只是有在做事 但是现在还没有真正落实 还没有真正落实而已 而事实上 台湾的生计类股 它充满着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机会 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机会 那么投资朋友 很多的生计股 比如说马光 新宝这些 它的涨幅都远远超过台积电 还有鸿海的一个涨幅 这些都是这些领导股的一个涨势 那么投资朋友不妨好好留意 再加上政府最近的一些 新的动作出来之后 生计类股 我想它股底的时间不会太长 股底的时间不会太长 投资朋友不妨好好留意 尤其有一些公司正在播化未来 我特别强调这一点 有一些生计公司正在播化未来 正在扩大生产 正在扩充新产 正在扩大资本支出 像这类型的公司 将来它的公司成长 将会出现倍数翻的一个格局 会出现倍数翻的一个格局 我上次给各位投资朋友讲过 一个企业要想出现倍数翻 它一定要怎么样 扩充新厂 或者投资新事业部门 或者并购其他公司 或者研发新产品出来 这样的话 它公司才会让它的公司的市值 出现倍数翻 你要显古过程中 尤其现在谷底的过程里面 要特别留意 这方面的公司的大动作 好 我们时间关系 跟各位投资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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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八专案到年底 五八专案到年底 特别推出 五八专案到年底 到来国际投顾 谢老师 感谢全国观众朋友的支持 升级启动 特别推出 五八专案到年底 特别推出 五八专案到年底 苏波报名专线 0223692333 0223692333 0223692333 选择比努力重要 7月31号 升级指数 既然要推出来 我每天都要扮演 一个分析师尽责的义务 我每天都要提醒你 每天每天一直到7月31号 我相信很多投资朋友 在股票市场没有赚到大钱 那为什么没有赚到大钱 为什么前一段时间 我不断的提醒各位 假设你这辈子 不管任何时间 你进到台湾股票市场 当时你有动心歧念 有可能说 当时你想买台积电 或者晚一点进到市场的人 当时也想说 哎呀 四五百块的大力光也可以买 很多人可能都有这种念头 可是没有去执行 到了现在这个时间点上 回头去看 你错过了大力光 你错过了台积电 各位 你会不会有点点的遗憾说 当时如果有一个人 或有一个分析师 跟你讲 你买台积电就好 什么都不要去想 你就买台积电 有钱你就买 你就报 你是不是缺一个 我们叫贵人好了 一个真正有良心的分析师 而不是每天跟你换一档股票 给你掌停板给你这样子 因为掌停板的备用就是 每一个人 你的账户里面的钱是收水的 所以我说当一个契机来的时候 这段时间或许你会认为 老师你们讲那么久的生计股 真的吗 如果不是真的 这个为什么呢 再看一遍为什么呢 为什么这个礼拜开始 也就是还有九天的时间 台湾的上市柜生计指数 它要上线 它要上线 就是会有一个台湾的 生计指数的 这个指数的东西出来 那这个未来有可能 譬如说去做期值啊 或是可能有什么ETA物啊 反正它是一个商品 那既然有指数代表说 未来有些被动式的买盘 必须要持股 必须要买进这些股票 也就是我们可以 意见 意见就是 意告的欲啦 预告的欲 意见未来 未来可能 有很多的资金会进到 这个所谓的生计指数里面 的成物股里面去 目前没有啊 目前没有啊 所以我说一定要在 这段时间 也就是未来的 十天剩下九天啊 我又不断 每天每天的提醒你 不管很多投资人想说 老师喔 那我就每天看一下吧 我来等到到时候来验证 当然也可以啊 当然也可以啊 这为什么我刚刚就开中名义 为什么台积电你想买的时候 没有人告诉你 没有人叮咛你 就是买台积电就好了 是不是还有些人 譬如说营业人啊 搞 台积电那也没去啊 对不对 或者你周遭的朋友 他一定跟你缺席 他买什么股票 买什么股票 赚多少多少 结果呢 你回头去看 哎呀 台积电一档就够了啊 或者晚一点进到股票市场了 大力光一档就够了啊 那曾经人家成功的范例 成功的模式 各位你要去复制啊 而不是现在 就现在嘛 我再请问各位 你有贪到钱吗 你有贪到大钱吗 也就是什么叫钱 什么叫大钱 也就是你拿资金多少 譬如说你拿一千万进来 你不能讲 老师我有贪 我这个贪三五万啊 一千万 一个月赚个三五万 各位你要想啊 你赚三五万 你的费用 你可能就是一下子 可能就输个一两百两三百万啊 国外市场上已经相对了嘛 你只能赚到三五万 你只能赚到三趴五趴十趴 相对的你的风险就97趴 95趴啊 不是吗 所以 我说当时间点到的时候 你可以回头来看这里 就好像你现在回头去看大力光 再回头往前去看台积电 为什么当时你们没有做 有时候想一想啊 其实这也是我内心的 一个痛啊 或是一个 应该讲一个遗憾啊 我也会有啊 为什么我当分析师到现在 我当时就叫我所有的会员 你就买台积电就好了啊 我当时就叫所有的会员 你就买大力光就好了啊 因为这样它 他们才能实实在在赚到大钱嘛 赚一倍赚两倍三倍五倍 这些股票都不是一倍两倍三倍啦 大力光台积电到现在都不是 只有一两倍而已啦 而是它是 它是可以 真的是可以让你被人家富好 三百万可能就变成几千万 你只要给它时间 所以为什么我们这段时间 一直一直希望说 各位你们慢慢去思考去了解 当政府有动作的时候 时间慢慢慢慢慢慢在逼近当中了 所以为什么来 为什么我会把这张每天都秀一次 7月31号 7月31号 甚至我也会把这档股票来 因为这里面有十档成分股 这十档精华 勤奥感应苗 金可 浩鼎 智勤 葡萄网 中益 药华药 东洋 还有神龙 是生计指数的最重要的十大成分股 那这十大成分股 未来一定会有基金进来 那你不需要去收回标啊 你不要说十档我就收回 不用 你就挑一档最有机会的 就代表说这里面十档里面哪一档 它的营收 它的EPS会逐步逐步的慢慢慢慢自家自家 然后越走越快 就像火车刚开动的时候是慢慢慢慢慢慢 当火车开动一段时间以后它就加速了 如果有这种股票你就要特别去留意 其实今天报纸也有啊 就是中国时报 时报也有啊 它里面也有啊 就工商时报里面也有登了一些 所谓生计股的东西 你也可以去看 你也可以看这家公司到底它的卖络在哪里 股票一定是在它营收在它EPS 真正还没爆出来以前 它股票就开始慢慢慢慢电上来了 等到它的营收它的EPS真的爆炸性的成长的时候 对不起 那个时间点你可能同样的钱 你要回头来买这种股票 本来假设你可以买100张的 等到营收爆出来了 EPS爆出来了前四堂大家追逐这档股票的时候 你可能本来可以买100张的钱 同样的钱搞不好你剩下90张 80张70张甚至 搞不好你只能买到三五十张而已 它就是利润之所在嘛 所以为什么来 我们再看一遍 为什么在未来的9天 我们不断的要提醒各位 还剩9个交易日 也就是7月31号 生计指数就要出来了 还剩9个交易日 还剩9个交易日 所以我们会特别说好 那我们就有一个方法 让各位来验证 来 也就是当生计指数即将启动的时候 我们让各位可以到年底 有一个想象空间 也就是这段时间里面 让各位可以去思考 为什么可以有这个方式 好再看一遍 也就是生计指数在7月31号要推出 那你可以利用这几天的时间 去思考到底什么方式 可以让你有新的思考逻辑 打电话 明天有个时间再会 明天有个时间再会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平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天有个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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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OLLCon 并且证明 啊 嗯 啊